大外宣 這幾隻字大家應該一點都不陌生 早前6月的時候 台灣網紅波特王就踢爆了 原來有很多台灣KOL都受腰 去到大陸喝飲食食 講一下這篇有多好有多厲害 拍片唱好中國 那時候當然已經引發爭議了 剩下一段時間之後最近又來了 第二輪的攻勢就是講一下 新疆有多好 當然大家比較關心的棉花和隔壁營 都一定是看不到的 不過山山水水風景如畫 就應該都一定有 正當這一邊忙於大外宣的時候 那一邊有點不生性 正所謂日房夜房加嫂蘭房 繼上一次巴黎奧運會期間 在巴黎的長榮桂冠酒店 有愛國青年就因為發現酒店未懸掛五星期 所以在別人酒店裡就凌王上身 發了一場爛炸 最後還搞到長榮集團 要在8月23號發聲明致歉 還說集團認同九二共識 又反對台獨 就連已故的集團創辦人企總裁 張榮發先生也要拿出來說 說他生前對於推動兩岸和平 就不為餘力 是促進兩岸三通的推手 還要數他在2008年民村地震 2013年的瓦安地震 都捐了一千萬美金 有份重建多間希望小學 和衛生院等等的工程 又在清華大學 北京大學那裏 設立清韓助學金 好啦 既然你捐過那麼多錢 今次就搖樹你了 不過不知道是不是大家覺得 玩得好過癮 類似的事 最近就在內地的河北石家莊再次發生 有一名自稱 撥撥不講理的內地網紅 就在河北希爾頓酒店裡 發現懸掛的國旗當中 少了之五星旗 呵呵 當場向酒店職員抗議 又馬上拍片上網 當然是偉偉 介紹你認識 這個網紅的名字叫撥撥不講理 不過話說回頭 撥撥不撥呢 我不知道 但這樣沉釁之事 真的有點不講理 事關好快趣 就有人留意到 其實這間酒店掛國旗 是因為為了慶祝歐洲國家杯 因為現場除了歐洲國家的國旗之外 其實非洲 北美洲 南美洲 其他地方的國旗 一枝都沒有 那很明顯就 就真的不是針對來中國 但是他還懶有贏地 特地叫酒店職員過來質問人家 又煞有介事地叫人家要非常之嚴肅地看待 還玩了情緒勒索 結果職員當然是買他怕 索性拆掉所有國旗 看來這位師兄都是魚蛋論的粉絲 我不是要你給我兩粒 我要你拿走他兩粒 去到最後 還要拿完尾彩 都掛點我們自己國家的東西 宣傳才能用 這樣啦 如果中國自己搞一個中國杯 那間酒店一定會幫忙宣傳 那五星期 莫說只掛餐廳 整間掛光還可以 不過真的是 搞得到才算 我現在對我們國家主就對了 我不敢肯定他們的 我喜歡其他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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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看這位勃勃素師兄 其實他一向都很喜歡去不同酒店 挑剔一下 拆一下存在感 管一下流量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件事他出了醜 還是他拿了流量就夠了 很快去 勃勃就撥不起了 因為他已經刪除了影片 這麼夠薑 勃勃 你就去第二道宣傳 你可以像他們那樣 不過歐洲國家杯 你在這裡刮中國國旗 那你其實想怎樣 說真的 如果我是做大外宣的朋友 有時真的很灰心和氣餒 那時候才要花錢 花心去找人唱好 那時候你們就幫我輸出去 經常都說 尊重這件事 就好像尊重老佛爺那樣 那就是怎樣 老佛爺是放在心裡來尊重的 好像你這樣 經常掛著嘴邊說 說到低了 你什麼居心啊 對於這件事你又有什麼看法呢 至於怎樣尊重老佛爺才是好呢 大家快點在留意到 說過我們知道吧 記得CLS條片 支持Channel C 繼續出片吧 謝謝各位老佛爺 2021年7月12日 Channel C 由零開始 經過1095天的努力 來到2024年 輕幸仍然能夠繼續生存 繼續為大家送上時事熱話 內容會更加多元化 我們上上下下將會繼續努力 在未來盡全力做到 盡知天下事 唯有Channel C 旁邊有個ů 財物 大部分 也有 有 旁邊